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今天這張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個燈降的 FORCE U的一個後尾盒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外殼的造型呢 是跟原廠一樣的一個形式 但是在裡面內部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就有點不同 那像燈降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把鏡頭拉高 它這邊做了一個導光的一個 類似燈眠的一個感覺 從側邊看 從正後方看 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水準在 那當然這個側燈的形式有很多種 那都看個人呢 的喜好而定 那以這組來說呢 它是一個非常經濟實惠的一個價格 然後呢 好 按一下煞車 好 煞車的一個部分 那煞車呢基本上呢 它在把它放在最下緣 那煞車的辨識度呢 也可以蠻容易的去辨識它 就很輕鬆可以判定 然後我們看一下方向燈的一個部分 好 方向燈呢 踩在中間的一個部分 用大面積的一個這個 黃色的一個發光二極體 做一個這個閃爍 那相對的呢 那相對的呢 在這個正後方 我們來看的話呢 也是非常的明顯 那因為這個車主呢 它沒有拆掉後面的原廠尾燈 好 直接用原廠尾燈 做一個並連的方式 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水準站 我們看一下右邊 辨識度各方面呢 都還不錯 很清楚可以辨識度 買燈主呢 其實有時候最怕就是說 你尤其在白天的時候 你看不清楚它有沒有打方向燈 這是一個其實是一個蠻危險的事情 那我們買燈主第一個 就是要安全性為主 那當然還是要在一個 蠻容易辨識的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做一個購買 會比較 做一個不錯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OK 我們再按煞車看看 打方向燈在煞車 我們看到齁 來 煞車 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是打方向燈的情況之下呢 煞車也是非常的明顯 可以做輕易的一個判別 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後到麥克 殘錄機的輕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